大家好,欢迎大家进入市场营销管理章节的微课内容,分销渠道管理。 分销渠道管理的内容包括渠道成员管理,渠道控制,渠道冲突管理。 首先,让我们来学习渠道成员管理的相关知识。 渠道成员管理又分为渠道成员选择、渠道成员激励、渠道成员评估和渠道成员调整等四个方面。 渠道成员管理的第一个方面,渠道成员选择,首先掌握渠道成员选择的流程。 一,结合企业的产品特点和营销目标需要寻找合适的渠道成员。 二,结合企业的分销目标和任务,确定分销商的标准,并对照标准做出判断选择。 三,充分分析市场特点和分销商的基本情况,确保渠道成员的稳定性。 接下来是掌握选择渠道成员的标准。 标准包括,一,经商年限,通常在同一产品领域经商时间长的经销商经验更成熟,市场更稳定。 二,产品能力,就是了解该经销商经营的产品限有多少。 三,销售能力,就是要了解该经销商的市场拓展能力、销售业绩和市场覆盖范围。 四,财务能力,了解该经销商的资金状况及信用度等。 五,组织管理能力,了解经销商的经销团队的规模,对其组织成员的管理能力及其控制力,对顾客的服务能力,团队及顾客的稳定性。 六,合作态度和声誉,了解该经销商对于本企业合作的态度是积极还是消极,他在市场上的声望和信誉。 三,是确定选择渠道成员的标准。 成员选择标准在实际的应用中,会依据企业的产品特性和营销目标而有所不同。 比如,这个企业选择电脑的分销渠道成员的标准分别是, 市场开拓能力,商业信誉,服务能力,资金能力,物流能力。 通过这些标准的应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企业比较重视对新市场或新顾客的开发。 而且,电脑这个产品本身对顾客的服务能力和资金能力都有一定的要求。 渠道成员管理的第二个方面内容,就是渠道成员激励。 就是要采用科学的激励方式,让分销商更好的去销售企业的产品和服务企业的顾客。 首先,让我们来了解激励方式有哪些。 它包括价格提及,促销支持, 存获奖励,违规惩罚, 购款奖励,地区权利, 销量折扣,服务支持。 第二,来说一下激励方式的具体运用方式。 它们包括, 一,提高中间商可得的毛利率。 二,放宽信用条件。 三,改变交易条件组合, 使之更有利于中间商。 四,采取培训激励等人为的方法来刺激中间商, 使之付出更大努力。 五,改善与经销商关系, 与之开展合作、合伙, 或实施分销规划等。 渠道成员管理的第三方面内容是进行渠道成员评估。 它主要是对分销渠道成员的运行绩效进行评价, 包括畅通信、覆盖率、流通能力、财务绩效等内容。 渠道成员管理的第四个方面内容是渠道成员的调整。 一是增减某些分销渠道, 随着市场的变化, 如果发现渠道过多且作用不大, 从提高营销效率考虑可以适当缩减一些渠道。 相反,当发现现有渠道过少, 不能使产品有效抵达目标市场, 完成目标销售量时, 则可考虑增加新的分销渠道。 二是改进整个分销渠道, 企业或因原有渠道冲突无法解决, 或因企业战略目标和营销组合实行重大调整, 都可能对原分销渠道进行重新构建。 如制造商产品由自销改为经销, 或由经销改为自销等。 对此,企业必须认真进行调查研究, 权衡利弊做出决策。 分销渠道管理的第二个工作重点是渠道控制。 它包括合同控制, 利益控制, 情感控制, 理念控制, 人员控制, 信息控制等方面。 其中合同控制是指用规范的合同内容来规定或约束中间商的交量增长, 资金管理, 市场拓展等工作。 利益控制就是将中间商的市场权力, 价格, 折扣等成果与其销售业绩挂钩。 情感控制, 通过企业销售员, 营销经理或企业高层与不同级别中间商的接触, 座谈, 开展活动等方式加强情感联系。 理念控制是通过企业文化宣传, 人员交流等方式把中间商与企业发展之间的共同成长, 发展等理念传输给中间商。 人员控制, 通过营销部门不同级别人员与中间商的联系与接触, 控制管理中间商的营销行为。 信息控制, 一方面准确掌握中间商的市场销售价格, 顾客数量等信息, 另一方面为中间商提供大市场发展的相关信息, 从而让中间商紧密依靠在企业周围。 分交渠道管理的第三个工作任务就是渠道冲突管理, 是渠道管理当中比较重要的一个环节, 因为无法解决渠道冲突将会影响甚至催垮企业的营销活动。 第一,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渠道冲突的主要原因。 第一是渠道成员目标不抑制, 第二是渠道成员之间或渠道成员与企业之间的责任和权, 原理不明确。 第三, 价格折扣政策存在问题。 四, 渠道成员之间的存货水平不同, 在企业新一轮降价或涨价之后产生不一样的市场销售价格。 五, 销售回款的数量和速度不同。 六, 技术咨询与服务的水平不同。 七, 分交商经营竞争对手产品。 八, 渠道调整影响了部分渠道成员的利益。 九, 渠道的控制与反控制。 这些原因会在不同程度上形成渠道成员之间的冲突。 第二, 了解渠道冲突的类型。 一是横向渠道冲突, 是指渠道中同一层次的渠道成员之间发生的冲突, 如同级批发商或者同级零售商之间的冲突。 主要表现为串货、压架销售等。 二是纵向渠道冲突, 是指经销商与渠道上游的厂家与下游的客户发生冲突。 主要表现为与厂家在代理区域划分、 经销权限和销售政策等重大问题上的冲突。 三是多渠道冲突, 是指厂家建立了两条或两条以上的渠道, 向同一市场销售产品而发生的不同渠道之间的冲突。 现实中主要表现为新兴渠道对传统分销渠道的冲击。 第三是掌握化解渠道冲突的对策。 一、以共同利益确定长期目标。 二、做好渠道成员的沟通工作。 三、调整销售政策, 尽量平衡渠道成员之间的利益关系。 四、建立产销战略联盟, 将渠道成员的发展与企业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 五、协商、调解或仲裁解决。 六、清除不合格渠道成员。 本节主要学习了分销渠道管理的相关内容。 第一是渠道管理包括渠道成员的管理, 渠道控制和渠道冲突管理。 第二个内容是渠道成员的管理。 从渠道成员选择开始, 还包括对渠道成员的评估、激励和调整。 第三是渠道冲突管理, 包括渠道管理当中较难做的工作。 一定要准确找到冲突产生的原因, 合理运用对策进行处理。 感谢大家的聆听。